欢迎回到地球那一端 埃及的吉萨省最近挖到至少有100具 有2500年历史的彩绘棺木 有些里面还有保存良好的木乃衣 埃及官方特地举行盛大开关仪式 当场用X光扫描棺木里的木乃衣 除了判定年龄身高之外 还从棺木外观发现 这些木乃衣生前有可能是高官或贵族 因为整个棺木镀金上漆 相当华丽 大批考古学家小心翼翼打开棺木 这些是出自埃及吉萨省 塞加拉地区出土的木乃衣 距今有约2500年历史的彩绘棺木 总计有100具 是埃及经年度最大的考古发现 今天我们预告 有超过100颜色的人的棺木 全都从布巴西安 只有100多米 考古学家当场打开这具木棺 并且透过X光机针对木乃衣进行扫描 结果发现这具木乃衣是男性 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 身高165到175公分 专家从木棺的装饰材料来推断 证明木乃衣生前应该属于高级官员 或是贵族阶级 而这一次出土的文物 还包含面具雕像等 总计有40多件 相关的挖掘工作 仍在继续进行 埃及当局希望能透过这些发现 进一步了解古埃及时代的 桑葬传统 还有木乃伊制作技术的认识 继续报道